女孩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脱衣屋 她拍打着自己的屁股 把肥厚的西装裤脱下来 露出了红色的小短裤 女孩顶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继续扭着屁股大放光彩 丝毫不顾及台下观众辣眼睛的感受 有的观众因女孩的可爱红糖大笑 有的却认为这样很低俗 负责人站出来呵斥女孩父亲 让她赶紧把女孩带下舞台离开 但是现场一片欢腾的气氛 伴奏的乐团不愿意停下音乐 也开嘴笑的女孩还在抡手臂 在舞台上四处飞奔 像嚼了血脉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女孩父亲也不顾负责人的命令 她被女孩的热情与纯真所感染 开始不顾一切的放飞自我 和女孩一起跳起了脱衣屋 她在用这样的方式支持着女孩 刻板的条条框框在纯粹面前不知一体 人生不就是活几个瞬间 随着舞动的旋律越来越欢快 女孩的家人们纷纷跑上舞台 拉起手围成一个圈圈 快乐地跳起舞来 守护女孩内心的纯真 就在这时 一位观众也耐不住热情与感动 她从观众戏站了起来 摆出了热爱的手势 她看到的是一家人的爱 这场不同寻常的脱衣舞表演 不仅撕掉了低俗的标签 也让女孩登上 选美舞台表演的梦想成真 不过一家子也被赶下了舞台 他们被送到了派出所喝茶 而且作为惩罚 女孩不可以再参加选美比赛 但女孩已经实现了梦想 也有家人们作为强大的后盾 这点惩罚算不了什么 没有谁应该规定快乐的模样 在女孩还很小的时候 她就会端坐在电视机前面 一遍遍地观摩选美比赛的片段 定格后回放 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女孩渴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为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女孩戴着厚重的眼睛 还有一个圆滚滚的小肚子 与主流的审美不沾边 但是好运会眷顾有梦想的人 女孩终于接到了选美比赛的来电 在得知自己将受邀参加决赛时 女孩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 女孩撒开腿就跑进屋里 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塞到包包里 妈妈看到女孩这样高兴 也不忍心拒绝带她去参加比赛 但是整个家庭的状况实在有些糟糕 首先妈妈自己就是个绝望主妇 她整天烟不离手 为一家子的繁星是操碎了心 爸爸则是一个成功学专家 夸夸气谈但一事无成 他砸给出版社的钱无法收回 但即将出版的书被卡住无法进展 不过即使面对台下寥寥无几的学员 爸爸也会认真且热情地演讲成功学 还有陈秘尼采无法自拔的哥哥 他决心考上飞行员 为此他九个月都不能开口说一句话 但没有人知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 女孩还有一个智商超群搞学术的舅舅 但他只喜欢男人 最近他的对象和别人跑了 他的事业爱情两不顺 被痛苦折磨的舅舅决定自杀 幸好被救回来一命 至于年纪最大的爷爷也没有个正型 是个出口成脏的糟老头子 他不仅思想开放 作风大胆 而且沉迷于不该沉迷的东西 非常前卫且摇滚 总而言之 女孩的家庭成员乍一看都不太像话 大不像冬瓜 小不像葫芦 但就是这样神奇的一家人 踏上了陪女孩一起去选美比赛的路程 为了节省花费 他们没有坐飞机 而是选择开上面包车全家出行 一路颠簸着上路了 但是老人家的身子骨挨不住 没多久就开始抱怨 爷爷的脏话像机关枪一样发射 甚至开始和哥哥传授经验 幸好女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戴着耳机没有听到哨而不移的内容 到了休息的站点 一家人都下车来到了餐厅中 女孩当然想要一包口服 她想要点一个冰淇淋吃 但是爸爸阻止了女孩 因为要想在选美中取得好成绩 就应该保持好身材 少吃高热量的冰淇淋 女孩虽然嘴馋 但听到这话也忍住了 随后的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 在一家人准备重新上路时 爸爸发现车子坏了 但附近的汽车维修店也无计可施 于是一家人只能在烈日炎炎下 一起推着面包车上路 接着当舅舅下车买饮料时 他碰到了前任 但当看到舅舅要买的杂志时 前任眼中的光都暗淡了 因为火辣的杂志封面 让前任坚信舅舅是个异性恋 这样一来舅舅百口难辨 但那本杂志是爷爷要求他买的 舅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任离开 和自己的情敌愉快地扬长而去 一家人终于有了落脚地休息 女孩在睡前却开始担心起来 因为她害怕自己不够漂亮会落选 看着女孩睁着担忧的大眼睛 爷爷耐心地安慰起了她 但女孩对自己没有了自信 她的眼泪有点止不住 称爷爷是哄着她玩的 但在爷爷的眼中 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女孩 他夸赞女孩是个由内而外的小美女 听到这样的鼓励 女孩的情绪仍然没有好转 她不希望自己当失败者 但爷爷认为 失败者是没有勇气踏出第一步的人 很显然 女孩已经为了追求梦想努力付出了很多 这样刻苦且认真的女孩 怎么可能会是失败者呢 爷爷鼓励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样的人就是最苦的 爷爷还将女孩表情管理 张牙舞爪地做出夸张的表情 俗称解放天性 爷爷让女孩第二天好好玩 哪怕选美比赛近在眼前 也要将她当成一场游戏 但是这个桀骜不驯的爷爷 在第二天却没有再醒来 爷爷被送到了医院中 但还是葛上了白补 女孩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爷爷再也不能教她做鬼脸了 女孩难过地抱紧了妈妈 一家人都沉浸在沉重的氛围中 但是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要将爷爷安置在哪里好 送往当地殡仪馆举办丧葬 就会耽误了时间 女孩也没办法暗示参加选美比赛了 但是爷爷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女孩登上选美舞台 情急之下 爸爸打算将爷爷送往比赛地点的殡仪馆 但这样就违反了相关规定 很有可能会被逮捕 所以一家人得偷偷将爷爷运输出医院 在一家人的掩护与行动下 爷爷成功被送回了面包车上 然而一家人刚回到车上 面包车的喇叭就坏掉了 一直想个不停 这下大事不妙 引来了人员追踪 无奈之下面包车又得停下来 等待人员检查 一家人都提心吊胆的 如果隔着白布的爷爷被发现 那么又得麻烦了 不过人员只搜查出了爷爷珍藏的杂志 看到这么大胆的爱好 人员也只是哈哈大笑就放过了一家人 于是他们又推着面包车上路了 在路上 女孩给哥哥做色盲的测试 但哥哥活了这么多年 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色盲 要知道哥哥的梦想是当飞行员 色盲是万万当不成飞行员的 得知这个消息的哥哥崩溃了 哥哥情绪失控地要求爸爸停车 于是面包车又被叫停 哥哥从面包车上疯了式地冲下来 哥哥忍无可忍 他的愤怒里不仅有对自己的懊悔 还有对原生家庭的不满 他受够了待在这个失败者的家庭中 哥哥不愿意载上面包车 女孩慢吞吞地吓坡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哥哥身边 在女孩的安慰下 哥哥暴怒地心渐渐平静下来 他抱起圆滚滚的女孩 他就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 哥哥有什么理由拒绝前行呢 不过因为一路上磕磕绊绊 当女孩一家赶到比赛地点时 选美已经开始了 为了要求负责人给女孩一个机会 爸爸甚至跪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这一家人的颠簸与坎坷 都是为了护送女孩完成她的梦想 终于有负责人愿意通融 让女孩做好准备 妈妈陪着女孩走入化妆的后台 看到的却是与女孩截然不同的 张扬自信的其他选手 他们训练有素 台步走得很是规范 相比之下 女孩显得过于青涩稚嫩 没有了气场 第一环节结束后 女孩来到后台照镜子 看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 女孩回想起爷爷交给自己的舞步 他一定要大大方方地上台表演出来 哪怕竞争对手如此内卷 女孩也要做他想做的 不论输赢 最终他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 献上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脱衣舞秀 就像哥哥和舅舅在闲聊中所谈的那样 的确如此 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 进入社会后找工作 再步入相亲结婚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像用世俗标准矿定的选美比赛 如果拿不到好的名词 难免会有人心烦焦虑 因为没有人想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回首人生中的挣扎与痛苦 舅舅却颇有感慨 他认为痛苦的日子才是最好的日子 人生何求 如果能有这么一番豁然开朗 也不往过去的坎坷 男人怀疑自己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认为妻子也是假扮的演员 妻子认为他精神异常 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为了安抚他的焦躁不安 妻子从餐桌上摸出一瓶可可粉来 表示想给他冲杯可可粉喝 他带着假笑 用标准的波音枪 对着一脸惊恐的储门 怪异地念出广告词 展示自己手上的可可豆 就像对着摄像机打广告的专业模特 但整个家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被质问的妻子还在打着广告 慌张地掩盖谎言 感觉自己被欺骗的储门 忍无可忍地开始怒吼 楚门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惊慌失措的妻子对着天花板求救 他暴露了家里被监控的真相 在遥远的演播室内 一群编导正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原来楚门生活的世界 一直都充满了伪装和谎言 因为他从出生起 就有将近5000部监控 分布在他生活的各个角落 但他却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相 因为他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接触到的所有人 都是被设计好剧本的演员 就在楚门失控的逼问妻子时 发小敲门了 他从小和楚门一起长大 楚门没有怀疑他是演员 于是向他敞开了心扉 但还是发现了蹊跷 发小不自然地停顿了一下 仿佛在被台词 他的确是一边听着导演的话 一边念出台词 楚门识破了发小拙劣的演技 但没有戳穿他 只是配合他的演出 妻子莫名其妙地植入广告 发小有意地停顿像在念台词 生活中的种种纰漏 都最终被楚门发现了破绽 楚门来到妻子上班的医院 想要一探究竟 但半路上不止一个人在阻拦他 他一一躲过 终于来到了手术室旁 然而妻子并不像多年的医生 而是技法拙劣的小白 病人甚至自己弹起了身 被护士死尽摁压才恢复 探究未果的楚门 并不打算气馁 因为他想起了白月光对他说过的话 这些年来 楚门一直在裁剪各种杂志模特 好拼凑出白月光的模样 楚门被杂志上的女主迷住了 他不想被同事听到丝纸的声音 于是一边咳嗽 一边把杂志上的女子撕下来 因为他的眼睛 长得很像他的白月光 当他拿出那件红色毛衣 似乎又能感受到他的温暖 彼时阳光正好 楚门被一个女孩的笑容迷住 但他未来的妻子却突然出现 对他热情的头怀送抱 在舞会上 楚门和女孩也只是匆匆一撇 就离开了 他一直惦记着女孩 希望能再次重逢 终于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他 他穿着一身红色毛衣 看起来神色紧张 一直在不安地东张西望 楚门以为他有男朋友 没想到女孩在纸上写下一个词 现在 接着女孩对他说了句话 让他永生难忘 女孩带着他躲躲闪闪的 来到了海滩边 楚门第一次和女孩接了吻 就在他高兴的时候 一辆不速之客的车开了过来 女孩急忙吐露真相 女孩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名 随后就被自称是他父亲的男人带走了 他要带女孩去斐机 女孩说的话都历历在目 从此以后 白月光再也没有出现在楚门的世界里 唯独留下了那件红色毛衣 让楚门还能时常拿出来怀念他 其实白月光也从未忘记他 一直在电视机旁观看楚门 他开着车 却听到广播里 在提前播放自己的一举一动 哪怕之后的广播在解释漏洞 他也起了疑心 这样的巧合实在细思极恐 他开始勇敢地打破这一切 所有的人都在重复相同的动作 他闯入一家公司 摁开了电梯却发现里面是一个电视台 坐着导播和主持人 被保安赶出去的楚门 深刻感知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 他向妻子展示了荒谬的圈套 预言每个路过的行人一举一动 直到去世的父亲出现在眼前 楚门再也无法继续待在原地生活 这天他被上司要求去海边 完成一项保单的任务 但楚门的父亲正是因为船难去世 目睹父亲被深海吞噬的他 对于深海总是怀着恐惧 然而上司却威胁他 如果不去就会被裁员 为了保住这份工作 楚门只好出发 来到了海边 他看到一艘淹没的小船 正停在码头 这唤醒了他的童年阴影 只见楚门双腿发软 几乎就要瘫倒下来 他向发小倾诉自己想辞职的意愿 再去斐济找自己的白月光 然而生活的枷锁不允许他这样做 经济来源的不足 将他困在了原地 在路上 他发现擦肩而过的路人 似乎就是已经去世的父亲 他回头 四目对视 就在他要上前靠近父亲时 两个人夹着父亲离开了 他也被人潮阻挡 然而得知此事的母亲 并不惊讶也不欣喜 只认为楚门是出现了幻觉 楚门只好找到发小 诉说自己经历的蹊跷 好像一生都身不由己 感觉自己被束缚住的楚门 终于打算起身 去斐济寻找白月光 那个曾经勇敢吐露真相的女孩 然而他尝试了各种交通工具 都意外地订不到票获出故障 楚门忍无可忍 非要弄清楚真相 他将妻子锁在了车内 表示自己要即刻出发去斐济 果不其然 车子没开出去多远 就有好几辆车同时出现 阻挡楚门的去路 好不容易绕了出来 却碰到了一座跨海大桥 有深海恐惧症的他 无法克服心里的恐惧 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将妻子的双手搭在方向盘上 让他来控制方向 为了保命 妻子只好尖叫着开车过去 接着一场大火莫名烧了起来 楚门无所畏惧地开车闯过 跟通关游戏一样 又来到了核电站现场 他被拦截下来 一个素未谋面的工作人员 却叫出了他的名字 这让他睁大了双眼 这一刻他再也无法回头 只想挖出真相 他被抓回了家中 给他造成童年阴影的大海 也成为他无法逃离圈套的枷锁 为了打消楚门逃离家的念头 停止挖掘真相 父亲被安排和楚门见面 这是一场催人泪下的感情戏码 流露出真情实感的楚门 却被人们围观看戏 从此以后 楚门好像顺应了枷锁 不再执着于寻找真相 而是变得积极乐观 重复着单调且枯燥的生活 但是阳光的外表下 是楚门义无反顾的内心 他务必要逃离这个虚假的世界 直到监控室中的导演 发现盖着被子睡觉的楚门 竟然被替换成了玩偶 才明白大事不妙 楚门再一次实施逃离计划 企图不动声色地离开 不像上一次那样引人注意 但这场不寻常的越狱 让导演勃然大怒 因为他第一次失去了对楚门的掌控 寻找楚门的行动开始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开始了地毯式搜寻 然而楚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于在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上 他们发现了楚门 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阴影 对禁锢自己的大海 产生了探索和征服的勇气 这一刻 他是自己的英雄 只见楚门拿出来白月光的拼贴画 那正是他去往斐济的洞里 也是他逃离被操控的勇气 但导演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只见海上风起云涌 惊涛骇浪拍打着小船 让楚门几乎丧命 但他却没有放弃 和大海勇敢对抗 导演下了狠手 将控制海浪的风力开到最大 眼看楚门就要被淹没 导演才收手 波云渐日 让楚门再次扬帆起航 监控室内的人们 都被楚门的勇气和真心打动 他在追求从未获得的自由 在楚门的脸上 有着不一般的笑容 但在一声巨响后 他的小船被限制住 原来海景和天空都是目不 楚门不可思议地伸出手 企图触碰天空 却只能被贴好幕布的墙撞回来 他用力地击打着墙壁 这个牢笼 将他苦苦欺骗了这么多年 他顺着天蓝色的楼梯 慢慢走上来 终于他找到了出口 导演叹了口气 把门打开了 被自私的导演 告知了真相的楚门 开始怀疑自己的真实性 看到楚门想回到现实世界 导演却仍然在布局 警告他 充满了欺骗和背叛的现实 一点都不比楚门的世界美好 听到导演的真情流露 楚门的背影似乎有了动摇 但沉默不语的他 把爱演戏的控制狂导演惹急了 听到导演填不知耻的话语 只关心真人秀的收视率 楚门再也不愿意当真人秀的主演 更何况从来没人问过他愿不愿意 这一刻 电视机外的千家万户 都在注视他的一言一行 他道出了惯用的问候语 却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这一刻他释怀了 面对摄像机深深的鞠躬 为自己不知情的演艺生涯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他转身走出了虚假的世界 追求真实和自由的他 终于踏进了现实 结束了真人秀的观看 观众却只想换一个频道看看 这一刻 谁才是被虚假世界束缚的人呢 富豪为了讨女儿开心 让他拥有全球仅有的五张金券之一 所以买了成千上万份巧克力 还让所有的工人们停产 开始包巧克力包装纸 一个工人发现了 藏在巧克力中的金券 却打算私自藏起来 眼见的富豪很快就发现了 将金券交给了女儿 很快女儿就登上了新闻 他高兴地向记者们展示金券 富豪也骄傲地和记者们分享心得 这张金券之所以这么宝贵 是因为它来自一家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这家巧克力工厂生意异常火爆 但从不对外开放 也没人见过里面的工人出来 所有人都对这家盛产 美味巧克力的工厂充满好奇 这次老板敞开了工厂大门 宣布有五位幸运可以来参观 只有拿到罕见的金券 才能凭此入场 该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挤满了巧克力商店 就是为了能成为幸运儿 一时间巧克力几乎都要卖断货了 老板可真是营销鬼才 不过前四个获得金券的幸运儿 都各有各的奇怪 第一个幸运儿是直接咬到金券的 毫无疑问他是个贪吃的胖子 嘴巴成天动个不停 把附在巧克力上的金券都咬了一脚 第二个幸运儿就是富豪的千金 他从小被惯坏了 一心要求老爸给自己拿到金券 富豪当然极尽所能 为他夺得了入场金券 第三个幸运儿是个金发妹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卷王 什么都要争第一名 为了夺得金券 他甚至改掉了脚口香糖的癖好 只吃巧克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即使在吃巧克力这件事上 他也成为了赢家 第四个幸运儿是个天才 他智商超群又桀骜不逊 是唯一通过计算获得金券的人 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一张金券了 小男孩也很想得到他 但他家里实在太穷了 只能在他生日这天买一块巧克力 作为宝贵的生日礼物 当然他也并没有中奖 不过上天总会眷顾有心人 小男孩在雪地里捡到了十美金 这完全购买一块巧克力了 小男孩兴冲冲地来到商店 买到巧克力后 他颤抖着双手 一张闪闪发光的金券 是属于小男孩的 周围的顾客见状 都纷纷围了过来 想要买下小男孩的金券 店员则叮嘱小男孩谁都别管 让他赶紧回家分享这份喜悦 小男孩一路狂奔 来到了小破屋里 高兴地告诉了他的一家子 哪怕是腿脚不便卧床的爷爷 见到金券后 也如同年轻小伙一样 灵活地跳起了舞 不过小男孩变得忧心忡忡了 因为他想起来要用500美金 交换金券的人 如果可以用金券换钱 那么就可以暂时改善 窘迫的家庭状况 懂事的小男孩让人心疼 外公劝解他 钱这种东西多的是 但金券只有五张 既不可是事不再来 既然自己成为了信任 就不要辜负这份邀请 应该和兴高采烈的爷爷 一起共赴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在爷爷的回忆中 他曾是巧克力工厂的一员 他眼看着老板做大做强 不仅做出了会冻的巧克力鸟 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还能给印度王子做巧克力城堡 顾名思义 城堡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巧克力做的 虽然老板叮嘱王子得尽快食用完毕 但这样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王子只想待在里面 果然在一个艳阳天 巧克力城堡就被烈日融化掉了 王子希望再建一座 但老板自己也碰到了麻烦 也就是被盗取机密的坏事 随后便关停了工厂大门 直到今天 爷爷终于有机会 陪着小男孩一起踏入久违的工厂 老板是个面色苍白 留着娃娃头戴着魔术帽的古怪男人 他热情地接待五名幸运和家长 来到了他的梦幻工厂里 温室里有着巧克力流成的河水 倾洒而下的巧克力瀑布 见到眼前一幕的众人都惊呆了 这真是独有的人间仙境 特别是对于贪吃的胖仔来说 这里实在太适合大吃特吃了 胖仔很快就吃得不易乐乎 不小心掉入了巧克力盒中 只见吸取巧克力的透明场馆 也把现在漩涡中的胖仔吸了上去 于是他成了第一个被淘汰的幸运 这时众人发现 工厂里的工人 原来是一个个身形矮小的小人 这些工人是老板从原始森林中找来的 由于热衷于巧克力 所以被老板带回来 以可可豆作为工资 他们为老板卖命 各得其所 接着老板带着剩下的四位幸运 坐上了巧克力做的龙舟 挽起了激流涌镜 终于来到了老板的加工车间 里面稀奇古怪的零食应有尽有 最让金发妹眼馋的 就是一个神奇的口香糖 据老板说 嚼了它就一整天都不用吃东西 还没等老板说完话 金发妹就嚼了起来 虽然她大饱口服了一顿 但很快她的鼻尖就变成了紫色 紫色不断地蔓延了她的全身 甚至开始膨胀 金发妹变成了一颗大蓝莓 这就是没等老板说完话的下场 原来口香糖还是实验品 于是金发妹只能被推去榨汁 老板带着剩下的三个幸运 参观包松果的小松鼠们 但千金非要一只小松鼠当宠物 被捕捉的小松鼠感觉受到了攻击 纷纷对千金发起了反击 把它当成了巨大的坚果 顺住她后用力敲了敲她的脑袋 于是小松鼠把这颗巨大的坏坚果 脱入了垃圾回收站 就连宠坏了她的富豪老爸 也被小松鼠推了下去 那么幸运而只剩下了天才和小男孩了 在老板的亲手演示下 她把一块巧克力传送到了电视机里 并让小男孩伸手去拿 没想到 小男孩真的把她从电视机里拿了出来 在一旁目睹了一切的天才 也跃跃欲试 跳进了电视机里 但她的身体却被缩小了 变得只有手掌大小 老板建议把她放到太妃糖延展机里 天才就有可能被拉长回原貌 于是这一行人 只剩下老板 小男孩和爷爷了 老板邀请他们来坐酷炫的飞行电梯 他们深入云端 又降落于低空 缓缓飞行 这是其他四个幸运 也以千奇百怪的模样 从巧克力工厂中走出来 看来他们都很难在恢复原貌 但是这些贪婪又不懂感恩的孩子 永远也无法品尝到真正的甜 那是金钱和功利心买不到的 唯有小男孩保有着纯真善良的心 老板带着小男孩和爷爷 来到了他们的小货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飞行电梯降落在屋子里 一家人团聚的小男孩喜笑颜开 接着老板宣布了他获得的大奖 然而这对于小男孩来说 不一定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不想抛弃自己的家人 单独和老板去到巧克力工厂里 听到这句话的老板 想起了他的童年往事 从他小时候开始 身为牙医的父亲就禁止他吃甜食 包括他最爱的巧克力 这让老板对父亲既讨厌又害怕 所以才造成了他孤僻又古怪的性格 面对团结又温暖的小男孩一家 他不能理解 但也只好转身离开 很快 一直惦记着小男孩的老板 再次找到了他 因为他想要弄懂 为什么他嗤之以鼻的家人 对于小男孩那么重要 小男孩认为他只是不理解 家人给他的爱 老板应该亲自去问问 才懂得爱的真谛 于是在小男孩的带领下 老板终于来到了他的父亲家 父亲照旧给他做了牙齿的检查 像小时候那样 要挑出他的蛀牙来 不过老板把牙齿保护得很好 这也是父亲一直以来担心的 与此同时 小男孩也发现 父亲一直都在收集有关老板的报纸 关注着他开的巧克力工厂 由盛转摔又东山再起 那正是他一直放不下的店面 老板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关怀 他们兵士前嫌 拥抱在一起 最终老板接纳了小男孩一家 他们连带着小破物 住进了巧克力工厂 在温暖的壁炉和丰盛的餐桌前 一家人其乐融融 老板也融入在祥和的氛围里 生活的甜 可以是巧克力和糖果带来的 其中的美妙让老板钻研了一辈子 但是真正的甜 只有家人能够带来 这是老板在遇到小男孩后 才慢慢领悟到的真谛 他终于懂得 童话是存在的 他就在每个怀有爱的人心中 学生朝老师脸上吐口水 老师请家长来学校 这家人都不是好惹的货 把办公室闹得不可开交 校长只好卑躬屈膝把家长请出去 学校里几乎都是不良学生 只有少数心理强大的教师 不会被气晕过去 新来的老师亨利也照猫话虎 在课堂上念起了 少儿不移的小作文 冲着写小作文的学生点了个赞 引起学生哄堂大笑 但让他头疼的日子还在后头 亨利被学生莫名其妙地骂娘娘腔 胖女还看不过去 阻止了出言不逊的同学 没想到也被一起辱骂了 亨利把他给请了出去 黑皮学生凶巴巴地走向老师 二话不说 就把他的公文包摔到墙上去了 不过亨利还是没被激怒 只是平静地跟他讲道理 亨利没有以报之报 反而以温和淡定的语气 安抚了暴躁的黑皮学生 真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这所学校里的不良学生 找不到人生和学习的意义 亨利也希望帮助他们振作起来 但几乎找不到办法 只有胖女还希望得到理解和拯救 因为她的肥胖体型常被侮辱 她只敢在马桶上坐着吃汉堡 就连她所挚爱的摄影和绘画 也被不理解她的父亲认为阴暗治愈 所以在亨利布置的作文里 她写到自己会自杀 但亨利却像照进她生命中的一道光 不仅会为她出头 还会耐心地安慰低落的她 因此在亨利的课上 她总是会积极地举手回答问题 亨利生情并茂地讲解双重思想 并呼吁大家不要麻木 为了保护自己的思想 学生们必须学会阅读 来激发想象力 培养自我意识 从未听过这样讲课的学生们 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醒目 胖女孩更是认真做好了笔记 但想要守护好心灵的净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多数人都日复一日地陷在牢笼里 无处逃遁 就像常年被学生无视的老师 经常以一种求鸟的姿态 抓住铁丝网神游 亨利健壮上前询问她的精神状态 但老师却又惊又喜 因为终于没有人把她当作透明人 猎猫的学生被亨利抓到 但她却说不出话来 直到被再三逼问 猎猫的学生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他就像那只被他残杀的猫 实在是麻木地有些惊悚 有多少人的内心都是这样的空洞 就连亨利自己也身陷困境 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童年阴影 由于外公和母亲有不一般的亲密 导致他对于亲密关系的恐惧如影随形 总是以淡然的态度疏远身边人 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心人 只有屈翘但没有感情 以一种不需要陪伴和理解的姿态 孤独地活着 貌似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自己不被受伤害 送走了外公的亨利 内心也少了一个心结 但却注定无法摆脱阴影 回顾童年阴影的他 总会哭得泪流满面 在公交车上控制不住自己事态 一旁的女孩目睹了哭泣的亨利 给别人提供不正经服务的他 被扇了巴掌后 跟着亨利下了车 因为他认准他是心思细腻的人 可能会保护他或提供经济来源 亨利知道女孩不正经 所以拒绝和他调情 但女孩以他做事不管为理由 斥责他在看到女孩被杀后 无动于衷的冷漠 女孩也不是好惹的祸 对亨利更是纠缠不放 认为他在刻薄地侮辱自己 他们不欢而散 但第二天又巧合地偶遇了 亨利没有给他钱 但把女孩带到家里 给了他吃的 他发现女孩身上有被打的痕迹 关心起他的伤口 让他喜得早安心睡觉 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 却是女孩孤苦无依的生命里 难得的照顾 所以在亨利和同事聚会回来后 等待他的还有女孩精心准备的晚餐 他也因此很感动 他们的感情慢慢升温 成了彼此依赖的对象 交换给对方的礼物 相识一笑 相较之下 学校里的老师 还是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 心里老师再也忍受不了不良学生 不仅没有志向 而且一无是处 对自己的无知充满了自豪与不在乎 但不良学生还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心里老师对着他破口大骂 希望能唤醒麻木无知的灵魂 心里老师发疯般地让他滚出去 随后又开始后悔 因为心里老师承受了太多 那样坦白又沉重的心灵 实在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老教师安慰痛哭流涕的他 关心学生并不是他的错 付出了心力和精力的他 应该得到感恩而不是咒骂 每个心灵受阻的人 都需要一个暖心的倾诉对象 胖女孩也不例外 他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了亨利 亨利欣然接受了 但当他渴求一份温暖怀抱时 得到的只是拒绝 亨利知道这不是他能负担的感情 然而这一幕暧昧的举动 却被路过的女老师看到了 胖女孩羞愧地逃走了 女老师则质问起他 摸这个字眼 明显激发了亨利的童年阴影 那就是外公和母亲的不论 他的情绪被激怒了 极力想证明自己清白的他 却被挥之不去的残酷回忆缠绕 小时候的他看着母亲被折磨 痛苦地服药自尽 却无法提出帮助 如今长大的他 也无法帮助自己心疼的学生 亨利不堪重负 收拾东西离开了 童年阴影如影随形 亨利希望通过阅读和写作 来摆脱其带来的伤害 让自己走出来 但他只能以抽离的姿态 面对这个冰冷的世界 只有女孩暂时闯入了她的世界 但她是时候和她说再见了 他呼叫了福利院的人 将女孩带走 但女孩早就把她当成了亲人 怎么可能说走就走 女孩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接受不了这样的离别 只能以卑微的姿态和眼泪挽留 但她还是被带走了 她的哭声充斥了整个楼道 让亨利刻骨铭心 但她又能怎么办呢 自顾不暇的她 连自己的困境都无法解决 又怎么能继续给女孩提供帮助 她的内心也有一块无法治愈的黑洞 需要去面对和跨越 她收到了医院的体检结果 知道自己是时候离开课堂了 她和学生们宣布自己的缺席 就连最初挑衅她的黑皮学生 也恋恋不舍 她的授课和失德 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 却不得不离开教室 亨利见到了没来上课的胖女孩 她在桌上摆好了自己做的笑脸蛋糕 并邀请亨利吃一块 亨利对她表示了歉意 因为她曾经向她求助 却没能如愿以偿 她看到了胖女孩的挣扎与痛苦 却不能给予她想要的拥抱 胖女孩阻止了亨利继续道歉 然后吃下了留给自己的蛋糕 那个唯一愁眉苦脸的蛋糕 却是她葬送自己的礼物 她在心爱的亨利面前倒下 再也不会醒来 亨利对她的自尽深感愧疚 她做老师的初衷 就是想拯救学生 但如今她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也许她不应该再逃避拥抱 她想到了在福利院的女孩 那个将她视为亲人的女孩 不能再像胖女孩一般 因为失去了她而想不开 当她来到了福利院 看到女孩一直等待着她 鼻头哭得红彤彤的 但她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朝着亨利冲了过来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一刻的夕阳也见证了她们的重逢 这一次 亨利没有再推开她 她不再想当一个空心人 而是选择将黑洞填满 他们找到了彼此 并救赎了对方 这是谁都替代不了温暖 女孩在照镜子时 发现自己的床上躺着一个怪物 她吓得尖叫起来 怪物也被吓了一跳 将她的水床戳穿了 房间里水花四季 但家人非但不惊恐 还反过来安慰女孩不要慌张 怪物穿着家人给的睡衣 不知所措地走出了房间 妈妈只好把女孩带走安抚 告诉她怪物是一个机器人 名叫爱德华 妈妈看她生活不能自理 怪可怜的 所以收留了她 爱德华虽然看起来很有威胁 但性格却软萌无害 只是手掌是剪刀构成的 才让初次见到她的人恐慌 妈妈劝女孩对她有好心 一家人要和和气气的 爱德华被女孩吓得浑身颤抖 爸爸安慰她女孩都有点疯狂 习惯了就好 爱德华想用剪刀手努力抓起水杯 但怎么也握不住 爸爸便给了她一支吸管喝柠檬汁 但机器人显然对柠檬汁过敏 只见她抽搐起来 发出奇怪的咕咕声 随后就倒在了地上 虽然没有大碍 但她从此对柠檬都敬而远之 看到就想偶 自从妈妈把爱德华带到家中 邻居们都纷纷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要求妈妈开一场派对 好把爱德华领出来 给大家瞧瞧 妈妈连拒绝的话都来不及说 就一锤定音了 剪刀手虽然把女孩的床给扎破了 但她将功补过 把草坪剪成了恐龙的样子 她将院子里的植物 都打理得格外新奇 还乖巧地协助妈妈准备派对 将蔬菜切好 在派对上 爱德华帮客人戳开一拉罐 把烧烤穿在剪刀手上烤 这样一个可爱又内敛的剪刀手 很快就得到了邻居们的喜爱 他们争先恐后地给她喂东西吃 还邀请她到院子里打理树枝 爱德华盛情难去 嘴巴里都塞满了东西 随后又帮邻居们修剪了院子 每一家院子的树枝和草坪 都被她打理得七行怪状 不仅如此 爱德华的很多才能都被发掘了出来 比如被女孩的弟弟带到学校 表演剪刀花 赢得满堂喝彩 还能把狗狗的毛发打理得极好 于是爱德华还给邻居们设计发型 让他们都纷纷赞叹 简直是都市利人的好帮手 这让她的名气越来越大 连电视台都请她去做节目 但是受到了所有人欢迎的爱德华 却唯独不能让女孩开心 每次女孩都对她必要不及 爱德华撞见了女孩和男友在一起 他们甜蜜的模样刺激到了爱德华 自从第一次见面 爱德华就对女孩产生了不一般的倾诉 但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 只能默默看着女孩带男友回家 女孩没带钥匙 想让她帮帮忙 没想到爱德华这么全能 还会开锁 因此男友灵机一动 想让爱德华帮她撬锁 但男友并不是偷别人家的东西 而是自己家的 她常常在女孩和家人面前 炫耀自己的优越家境 但实际上这个富家少爷 并不能拿到家里多少钱 因此她想借爱德华一用 把自家的房门撬开后 入室抢劫 这样就能拿到钱去买车了 虽然女孩极其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松了口答应下来 趁男友的父母都出差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行人全服武装后 带着爱德华一路摸索 终于到了男友家 爱德华看到了路边的小草 也要停下来修剪几下 男友急得把她拉走 来到了家门口 只见爱德华把剪刀手一戳 就轻松撬开了门锁 男友如愿以偿地达成了计划 随后爱德华就率先进入了房间 但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警报声就响了起 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不知所措 看来男友家的报警系统是一等一的 从房门里面 爱德华也没法用剪刀手开门 这下她也插翅南飞了 男友见大事不妙 却要把女孩拉走 但这样不仁不义的做法 女孩当然不同意 把爱德华一个人丢下 男友带着女孩逃之夭夭 就算女孩一直吼着让男友返回家 拯救爱德华也无济于事 就在爱德华在屋内手忙脚乱时 屋外响起了警铃声 制服人员呼叫爱德华走出门来 制服人员发现他的剪刀手 是个威胁的武器 赶紧让他放下武器 但爱德华只会乖乖地举起双手 没办法把剪刀手卸下来 制服人员就要开火了 邻居们终于闻声而来 幸好邻居们为他发声 爱德华才没有一命呜呼 在邻居们的围观下 他被考上带到局里喝茶 女孩的父母前来探望他 教育他偷钱是不对的 随即就询问到了点子上 但爱德华默不作声 他不会为自己辩护 只有心理医生为他说话 因为爱德华在被妈妈收留前 一直生活在发明家的古堡里 长期独居的孤僻生活 会让他的性格变得封闭 无法对外界的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所以他的偷盗无法构成犯罪 于是爱德华被释放了 但从此以后 曾经喜欢他的邻居们 都纷纷对他避之不及 因为担心他再次偷盗 将自己的家洗劫一空 即使妈妈在盛情邀请邻居 来家中做客 也没有人真的愿意再光顾了 女孩感谢爱德华 没有向制服人员说出真相 并诚恳地和他道歉 因为是他配合男友 实施了这次的偷盗计划 但爱德华早就清楚了真相 却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女孩 只因是他心爱的女孩要求的 所以他可以在所不辞 当屋外传来男友的声音 女孩又撒腿跑了出去 他和男友争吵了起来 还在指责他当初没有返回家 拯救爱德华 但男友不理解这件事 有什么好生气的 过去就过去了 更何况爱德华又没坐牢 但女孩真切地感受到了 爱德华的付出 他怎么可能不为之感动 相较之下 男友的忘恩负义 显得尤为卑鄙 爱德华看着他们的背影 以为他们又在你蒙我蒙 感到无比嫉妒和失落 他用剪刀手划破了窗帘 无处发泄愤怒的他 对着镜子 将墙纸都划破了 不过女孩和家人都能理解他 没有责怪他的发现 只是开始纠正他不同寻常的思想 比如在街上见到钱该怎么办 爱德华回答他会用钱买礼物 送给朋友 这一次女孩站在了爱德华这边 她开始支持他的想法 而不是审判对与错 在圣诞夜到来时 女孩和妈妈在家中布置圣诞树 当雪花一片片落下 她情不自禁地走出门 来到院子里 原来是爱德华用冰块修剪成了冰雕 她奋力地舞动着剪刀手 将冰雕打理成带有翅膀的天使模样 女孩沉浸在雪花纷飞的浪漫里 她的心被打动了 但这唯美的氛围 却被男友打破了 剪刀手划伤了女孩 虽然她连声解释 只是擦破了皮没有大碍 但男友还是气急败坏 把爱德华用力推开 可怜的爱德华被赶走了 女孩才处理好伤口出门 见男友把无辜的爱德华撵走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和男友提出分手 被撵走的爱德华开始暴走 她把路边的树枝都砍掉 又以怒不可遏的姿态 把车子的轮胎扎破 警车来了 爱德华赶紧跑回了家 但女孩的家人都出去找她了 只剩下了女孩一人 爱德华伸出了剪刀手 但害怕伤害到她 一直小心翼翼地 她走到窗边 但女孩紧跟了过来 将她的剪刀手轻轻拉开 投入她的怀抱 爱德华也紧紧拥抱住她 她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爱意 将心爱的女孩揽在怀中 不再因为剪刀手 而惧怕伤害到她 一再疏远 这一回 她没有推开她 这也是爱德华的第一个拥抱 从前发明家也想给她换上手臂 但却先倒在了她的脚下 再也无法醒来 无奈之下 她只能一直使用剪刀手 屋内的爱德华 还沉浸在爱情的美好中 屋外已经乱成一锅粥 男友的车在路上飞驰 就在女孩的弟弟 要被车撞到时 爱德华一个猛扑 让弟弟幸免于难 但弟弟以为爱德华要攻击她 奋力反抗 反而被划伤了脸 邻居们闻声而来 却也被爱德华误伤 男友也要动手揍她 他直接把男友的手臂砍伤 这下所有人都看到了爱德华的行为 他就要被逮捕了 女孩却依然相信她的善良 爱德华深情地望着她 想记住她的脸 随后就逃跑了 古堡方向传来枪声 大家都以为爱德华被枪杀了 但制服人员却放她走了 因为名演员 都能看出她的善良与可贵 女孩赶到了古堡 发现爱德华没死 喜出望外 就在她护诉中常识 男友却出现在后方 举起枪支朝爱德华射杀 没有得逞了她 又抓起木板猛敲爱德华的后背 女孩健壮 也拿起木板打她 男友毫不留情地朝女孩还手 爱德华被激怒了 她伸出剪刀手 第一次对男友发出了主动攻击 将她戳出窗外 眼看男友坠楼 事情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爱德华对女孩做最后的告别 女孩为了平息事端 将废旧的剪刀手拿给邻居们看 称爱德华也被男友杀害了 这下才驱散了众人 从此以后 女孩和爱德华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却永远留在了彼此的回忆里 广场上吊死了一批反战人士 他们因为反抗希特勒 所以被内粹拿来示众 杀鸡儆猴 但这个崇拜希特勒的男孩 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杀戮 现在却害怕地扭过头 妈妈要她亲眼见证 这些被残酷制裁的反战人士 她希望让她记住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而不是继续被内粹洗脑 成为军营里的狂热分子 不过在军营里被训练的乔乔 就连一只兔子都不忍心杀 他的心软被大家认为是懦弱 只好在嘲笑声中落荒而逃 不想再当胆小鬼的乔乔 决定在大家面前一血前耻 当教官掩饰投掷手榴弹时 她剑步如飞 把教官手上的手榴弹夺走 拼命甩了出去 但是手榴弹却被树干弹了回来 落在了乔乔的脚边 乔乔把自己炸上了天 被送去了医院 等到她康复时已经留下疤痕了 但妈妈却高兴极了 因为她并不希望乔乔上战场 这样一来就能让她平安在家了 不过乔乔也不会闲着 她很快就在家里发现了怪物 因为姐姐离世后 她的房间一直无人居住 如今她却发现了一道新鲜的抓痕 这让她感到如临大敌 乔乔顺着挂痕的方向 掏出小刀 撬开了一块木板 来到一间破旧的密室 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里面竟然有一双少女的脚 在抬头看 乔乔惊慌失措 尖叫着逃了出去 少女甚至伸出了手 扒在门框上 乔乔吓得连滚带爬 摔下了楼梯 但是少女却一路尾随她 一把抓住她 摁在了墙上 乔乔在少女的威胁下 得知这个犹太人是妈妈邀请的 一旦被发现窝藏犹太人 他们都会被处决 这么危险的事情 少女警告她谁都不能告诉 包括乔乔的妈妈 否则她的小命就不保了 男孩慌忙点头 但她内心绝对不容许 一个犹太人和自己居住 这时她总会幻想出来的偶像出现了 给她出谋划策 说干就干 瞧瞧手持长刀 头戴拨盔 举着盾牌 准备和少女一较高下 让她滚出自己的家 但还没等她动手 就又被少女吓了一条 现在少女是反客为主吗 既然无法在武力上解决她 那就得智取 在偶像的建议下 乔乔决定先和少女好好相处 让她卸下防备 再通过精神控制 让她离开乔乔的家 就在妈妈回家后 她神色凝重 开始试探妈妈 看到妈妈的神色变化 乔乔知道的确是她藏的犹太人 不过她随之打了个叉 谎称是姐姐的鬼魂 为了保护自己和妈妈 不被窝藏的犹太人牵连 她决定写一本关于犹太人的书 好将功不过 为了让大家相信她的话 男孩打算让少女 披露更多犹太人的真相 没有了刀的她 只好拿着汤勺威胁少女 少女看似欣然同意了 实则开始满嘴胡编 讲到犹太人都是爱财如命的魔鬼 还对各种美食过敏 随后还质疑内粹不是人 意识到她在挑衅自己 乔乔生气了 还没等她说完要舞扬威的大话 少女就开始了反击 少女侮辱完她的偶像 被掐得喘不过气的乔乔 就被狠狠地甩在了床上 为了报复少女 她想出了一个损招 得知她有一个未婚夫后 乔乔心声一记 她伪造了一封信 用未婚夫的语气 告知少女自己已经有了新欢 听到未婚夫要让自己放手成全她 少女居然没有质疑乔乔 只是一言不发 回到了密室内 听到少女在轻声哭泣的乔乔 意识到自己的恶作剧成功了 但也让她伤心透了 乔乔立马又心软了 愧疚的她随即写了一封道歉信 继续伪装未婚夫 少女含泪的眼睛 也露出了笑意 她明白这是乔乔在安慰她 随着她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她们对彼此的恨意 也没有原先那么强烈了 取而代之的 是如同朋友一般的亲密无间 这让乔乔的偶像变得警觉起来 因为她不希望乔乔 反过来被犹太人精神控制了 不过乔乔显然已经把她当成了朋友 这让偶像不太高兴 乔乔和她不欢而散 妈妈清楚少女的动静 让乔乔起了疑心 所以叮嘱她小心点 不要被乔乔发现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乔乔和少女早就成了朋友 妈妈鼓励她好好活下去 妈妈怀念自己离世的女儿 常常一看到少女 就有女儿还在身边的幻觉 在妈妈来找少女的日子里 她总是会告诉她外面的世界 和她讲起自己成为女人的历程 让少女羡慕不已 但她从未学着去相信一个人 妈妈开了瓶红酒 高兴地舞动着 乔乔问她为什么这么开心 妈妈告诉她 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乔乔大为不满 差点就要拍桌而起 但妈妈解释 她爱自己的祖国 战争才是她最厌恶的事情 但乔乔由言不尽 认为只有内粹把敌人全打败了 才算是完美的结局 提早结束战争 就无法继续消灭敌人了 妈妈见她的狂热被点燃了 于是转换了话题 接着乔乔故意说自己很饿 要把剩下的面包都砍了 但她也清楚 那份面包是妈妈留给少女的 又开始抱怨妈妈不懂自己 想见奔赴战场的爸爸一面 她一定会明白自己的心 只见妈妈起身出去 换了一件军装外套 大摇大摆地踏进客厅 再把壁炉里的灰灯抹到脸上 角色扮演起爸爸 吼完乔乔的她又后悔了 随即和她道歉 然后又邀请乔乔一起跳舞 在欢快的舞步中 他们终于重归于好 动乱的局势带给乔乔的 不应该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内粹的狂热 意味着乔乔对全市的向往 但妈妈企图纠正她的思想 年轻人应该赞美和歌颂生命 而不是陷入战争和全市的圈套里 她跳起舞来 向乔乔展示一种蓬勃的生命令 乔乔不懂得自由为何物 但她明白危险会到来 因为妈妈在街上偷偷放纸条 上面写着 解放德国 反抗纳粹党 果不其然 盖世太保登门拜访 乔乔监监着这群不速之客 知道大事不妙 他担心少女会被他们搜查出来 幸运的是 教官也随之而来 分散了部分注意力 但乔乔的紧张一直挥之不去 面对威严且步步紧逼的盖世太保 他显得唯唯诺诺诺 只想应付了事 那把被少女夺走的小刀 正是每个希特勒青年 都因随身佩戴的误解 盖世泰宝问他怎么弄丢了 就在乔乔支支吾吾的时候 难以置信 少女竟然自己站了出来 而且毫无畏惧 乔乔担忧地颤抖起来 少女称自己是乔乔的姐姐 还故作镇定地和大家打招呼 随后盖世泰宝搜查起姐姐的房间 要求查看她的身份证 经过教官的审核后 确认无误 乔乔松了口气 以为是虚惊一场 只见乔乔写的书 封面上赫然显示的是 关于犹太人的真相 就在乔乔打算承认时 少女再一次站出来 解释是自己写的书 打算献给元首当礼物 听着盖世泰宝的嘲讽 少女的嘴角向下搭拉着 愤懵填满了她的心 却不能彰显出来 直到送走了这群不速之客 乔乔才来找到少女 但是在审核姐姐的身份证时 少女其实说错了生日 是教官帮了她一把 没有戳破谎言 少女坠坠不安 但她至少没有被立即抓走 谁能想到 自从妈妈出去发纸条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就在乔乔外出觅食的时候 她发现了妈妈的鞋子 那双红色的舞鞋 妈妈曾穿着她跳步 乔乔胡乱地系鞋带 但她怎么也记不好 只能伤心地抱紧了妈妈的腿 曾经妈妈让她看反战人士 被吊在广场市中 竟然就是妈妈自己的下场 也许早在那时 妈妈就有了随时牺牲的觉悟 她一直将少女藏在家中 也是因为她们有着共同期待的未来 她将生的希望给予了少女 能看到女儿的影子 在千千万万的少女身上 迎接没有战争的未来 那将是莫大的幸福 只是留下了还未长大的孩子 他们都没有了依靠 战争席卷了整座城市 希特勒自禁后 乔乔和教官也无一例外 被当作了内粹俘虏 但教官却露出了笑容 随后教官就变了脸色 将乔乔身上的内粹俘包下来 乔乔被推开 也因此被救下一命 听着背后的枪声不断 乔乔下得跑走 再次见到偶像的时候 她显得那么狼狈 希望乔乔向自己敬礼 乔乔一脚把她踢出了窗外 接着乔乔告诉少女 战争结束了 她为她系好了鞋子 少女和乔乔相识一笑 跳起舞来 就像妈妈那样 为自由而舞蹈 女人将刚买的花束丢入海中 就纵身一跃跳海了 在不远处偷窥她的男人健壮 慌忙赶到海边要英雄救美 脱掉外套并扔掉帽子 毅然决然地游到她身边 把她就上岸来 因为担心女人着凉 于是将她带到了自己家中 男人不断呼唤着她 希望她能恢复意识 但女人还是沉沉地昏睡过去 男人把壁炉的火烧起来 让家中变得温暖起来 她一直关注着女人的情况 当昏迷的女人终于醒来时 她穿上了男人给她的睡衣 二人终于开始了第一次对话 女人好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跳了海 男人耐心且温柔地和她说明了一切 并且更加相信女人是中了血 就在男人沉浸在女人的温柔箱中时 她却接到了老同学的电话 老同学正是女人的丈夫 男人向老同学说明了女人的情况后 转过头来环顾四周 女人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巧合的是 男人的未婚妻刚好来到男人楼下 她目睹了女人从男人家中离开 感到心都凉了半截 不过男人仍然沉迷于女人无法自拔 她也渐渐变得神志不清了 仿佛跟着女人也中了血 男人奉命跟踪神秘女人 委托者却是女人的丈夫 也就是男人的老同学 老同学声称自己的妻子被鬼附身 经常精神恍惚 不知道自己去过了哪里 还总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送妻子进医院前 老同学希望男人能帮她解开谜团 女人究竟去哪里做了什么 但男人有些犹豫 因为自己恐怕不适合再接任务 想当初 男人本身是一名警员 但在执行任务时 他目睹了同事坠落 因此产生了心理阴影 得了恐高症 一旦站在高处俯瞰下面 头脑就会感到炫愈 本来打算不再接任务的他 如果不是老同学的再三恳求 再加上对神秘女人的好奇 他也不会接这个麻烦时 男人答应了老同学后 就开始实行跟踪计划 男人来到了餐厅盯准女人 女人身穿一袭墨绿色的长裙 她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漩涡 雍容华贵的面容显得不可侵犯 男人对这个神秘美艳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开着车继续着日常的尾随 她一路来到了小巷中 随后女人进入了一个后门 里面却别有洞天 男人偷窥着她的一举一动 哪怕只是买花这样普通的事情 接着女人离开了花店 带着花束来到了教堂 在教堂后方的一块墓碑前 女人痴痴地助力着 等到她离去 男人才来到墓碑前 墓碑上赫然写着卡洛塔的名字 她将这个名字记在心中 然后惊心恍惚的女人又如同梦游一般 来到了博物馆中坐着 只见她呆呆地望着一幅画像 画像上的女人和她一样雍容华贵 气质高雅 但让男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女人如同漩涡一般的盘发 刚刚从花店中买到的鲜花 竟然都和画像中的女人一模一样 这种相似的诡异感让男人心痒痒 她非要弄明白怎么回事 于是她叫来了博物馆的负责人 询问那幅画像的由来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画像的名字就叫卡洛塔的肖像 这意味着女人在努力模仿一个逝者 女人如此诡异的行为就像中了鞋一般 女人驻足在旅馆二楼的窗前 但是当她询问旅馆前台的老太太时 却被老太太一再否认没有人进来 男人请求老太太告知她女人姓是名水 但女人的名字却不是男人所熟知的马德林 而是卡洛塔 那是从前男人在墓碑上看到过的名字 女人还曾拿着花束去墓碑前祭奠 这让女人的神秘感徒增了几分 困惑不解的男人更加执意要去查房 但诡异的是 当男人来到二楼后 竟然真的没有一个人影 难道男人跟踪出了幻觉 这不禁勾起了男人的探索欲 男人必须要弄明白卡洛塔是何许人也 就问起了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未婚妻 未婚妻虽然不知道 但她将男人带到了一个书店中 里面有一个熟知当地所适的长者 借着这个机会 男人向长者打听卡洛塔的身份 果不其然 坊间流传着卡洛塔神秘莫测的绅士 她是一个南方人 在来到舞厅工作后被富豪包养 住进了豪宅 虽然卡洛塔为富豪生了孩子 但富豪还是毫不留情地舍弃了她 卡洛塔甚至连孩子都无法拥有 这样的经历逼疯了她 最后走投无路自尽了 男人听完长者的话 又回想起女人的一举一动 感到细思极恐 女人的丈夫怀疑她是有道理的 女人极有可能是被卡洛塔的鬼魂赴了身 随后男人找到了老同学 告知了她自己调查的结果 但卡洛塔竟然是女人的曾外祖母 而且女人的外祖母 也就是女人被富豪抢走抚养权的女儿 竟然如同被宿命困住了一半 也是一样自尽身亡 这样一来 男人推想到 难道在未来的某一天 女人也会自寻短见 这让男人的心变得不安起来 原本对于女人只是单纯的好奇 如今却多了一份保护欲 在渐渐熟悉的作息中 男人慢慢对女人着迷起来 如同被卷入了爱情的漩涡之中 在那一回女人跳海后 男人更是对被痛苦缠身的她关爱有加 让男人感到意外的是 女人这天却主动出现在她家门口 并说明了自己跳海醒来后不辞而别的原因 男人一心想要做女人的护花使者 女人也欣然答应下来 于是二人开始了闲逛 但男人却一步步进入了女人的陷阱当中 她被女人带到一片幽静的森林中 女人就开始如同鬼魂附身 胡言乱语起来 男人借机想要问出点什么 但女人痛不欲生的样子 仿佛多说一句话都要了她的命 但是离开了森林的女人情况并没有好转 反而愈发神圣叨叨的 在男人的引导与逼问中 女人渐渐情绪崩溃 眼看女人跑到海边 又要自寻短见 男人赶紧抱住了她 她不希望女人重复悲剧的命运 在海浪拍打岸边的时候 他们拥吻在了一起 男人虽然得到了女人的头怀送抱 但是精神也更加紊乱了 她开始对女人为命是从 将她带到了她想去的村庄 不过女人的症状愈发严重 已经听不进去男人的劝解 执意来到了一座教堂的钟楼前 沿着阶梯飞奔上钟楼 但是男人的恐高症因此被激发了 之前在医生的诊断中 男人的恐高症类似于应激反应 如果在高处再次受到惊吓 说不定就能够恢复 虽然未婚妻帮她做过测试 但男人还是不能克服恐惧 如今登上高高的钟楼 男人的恐高症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了 她没有办法克服眼前的眩晕 只能慢慢上楼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的尖叫声 男人看到女人从钟楼上坠落下去 一命呜呼 之后男人在法庭上见到了老同学 老同学也向她表达了歉意 因为这些纷扰本可以与她无关 却再次诱发了她的恐高症 但男人的心理疾病却无法再恢复 她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些纷扰 琢磨着来龙去脉 住进了精神病院 未婚妻却不计前嫌 一直陪在她身边 直到她康复起来 男人却又在寻觅女人的足迹 来到之前跟踪过她的地方 但缘分就是那么奇妙 她在女人经常光顾的花店前 遇到了一个神似女人的女人 男人不顾体面地敲开了女人的房门 这个穿个墨绿色长裙的女人 画着浓厚且老气的妆容 但女人只认为这是老套的搭讪 甚至有点恼怒地摆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不是男人所找的对象 不过男人邀请她共进晚餐 女人也没有拒绝 随后女人开始回忆自己的往事 原来她就是之前的那个女人 但她并非是老同学真正的妻子 而是被找来当替身的演员 从而根据老同学的命令演戏 骗过了男人 至于从钟楼上坠落的尸体 正是老同学事先杀害的妻子 只为了继承妻子的家财万贯 但女人对男人的心意是真的 在被男人追踪和照顾的日子里 她逐渐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感情 女人原本不能说出真相 但她却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 希望告诉男人是时候 男人可以爱上真正的自己 而不是扮演别人的她 就这样 女人来到了男人预定的餐厅中 他们共度晚餐 但是男人却视魂落魄的 仿佛在寻找着故人的影子 甚至在二人火速进展后 男人还期望女人打扮成故人的模样 当她带着女人去买衣服时 女人感到心灰意冷 因为男人想让她穿上女人曾经的衣服 那意味着她在男人眼中 依然是神秘莫测的老同学妻子 但这无异于再向女人表明 男人爱的只是她的幻影 女人感到气急败坏 因为女人只想要做自己 而不是他人的替代品 活在故人的阴影之下 但她经不住男人的甜言蜜语 终于还是答应她装扮起来 不仅染了金发 还换上了熟悉的套装 女人以为这样就能得到男人的爱 还是太天真了 男人发现了她身上的蹊跷 女人戴着的红宝石项链 正是从前博物馆的卡洛塔画像中 画像中的女人戴着的同款 于是男人猜出了事情的原委 渴望得到一个真相 她将女人带到了钟楼 并强迫女人上楼梯 女人百般推却 最终不得不吐露真相 男人得志后 终于和她不计前嫌的在一起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钟楼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 让女人担惊受怕 她一不留神就惨滑了 坠落下钟楼 落得跟老同学的妻子一样的下场 然而看着女人坠楼的男人 却因此治好了自己恐高症 可怜的女人一直没有摆脱男性凝视 活在他人的摆布之中 无法活成自己的模样 却坠入了虚幻的爱情幻影里 女人总是高估了男人的爱 当她彻底失去自己最后的底线 男人也终于看清了真相 不再炫愈 从爱情的谜团中醒悟 12艘骑情怪状的外星飞船 降临在世界各地 为了搞清楚外星人的目的 美国政府派出语言学家 让艾米莱和外星人沟通 人类全副武装严正以待 终于见到了外星人 她长着7条触角 每条触角还有7根手指 如此怪异的形状 再加上她默不作声 只会学章鱼吐墨水 让人类摸不着头脑 不过艾米灵机一动 想到了破译的思路 那就是先教外星人学英文 再跟着外星人学外星文 这样就可以好好交流了 说着简单做起来难 可以发现 外星人吐墨水也有一定规律 会形成很多个小圆圈 艾米夜以继日 刻苦破解这些小圆圈的含义 不过诡异的是 在艾米破译外星文的过程中 她总是会梦见一个女孩 女孩会叫她妈妈 但最终还是得癌症去世了 看着女孩活泼可爱的身影 艾米内心有了一丝感伤 但这似乎是和她 毫不相关的平行事件 因为此时还是孤寡王的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有女儿 艾米历经9981难 终于可以艰难地 和外星人交流了 首要目的就是 确认他们来地球的意图 这个信息就跟宣战一样 如同定时炸弹 一下子就让全地球的人类 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毕竟外星人都能到地球了 人类连宇宙都探索不到边 现在很明显是敌强我弱呀 虽然艾米解释 武器的含义也可能是工具 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威胁预议 We need to be talking to each other 不用那么担心外星大战会发生 但是大佬怎么肯听这种安慰 直接掀下手围墙 在飞船内安装了定时炸弹 好在外星人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把这个威胁给清除掉 但艾米不认为外星人的恶意那么大 她决定拯救外星人 于是冒着生命危险 进入了外星飞船内 但外星人似乎预感到了人类的防范 在定时炸弹爆炸之前 就把艾米和工作人员推了出去 随后艾米继续破译外星文 就在将它推出去之前 那些突然吐出来的成千上万个圆圈 含有巨大的信息量 不过大佬表示 这种机密不能给任何其他国家知道 但是中国已经打算向外星人开战了 为了保护人类的前途和安全 究竟要选择武力还是和平解决问题 这个抉择让艾米感到压力重大 艾米为了解燃眉之急 再一次不顾生命危险 突破了屏障 脱下了防护服 直接来到了外星人面前 和他们近距离接触 这是为了让外星人也放下戒心 艾米在展示自己的真实样貌 功夫不负有星人 艾米得到了宝贵的信息 那就是武器并非是人类所理解的那样 而是指外星人自己的语言 他们的意思 是要把自己的外星语传授给人类 由于外星语都是由墨水吐成的小圆圈 没有时间和因果顺序 这也就说明了 他们的思维概念要比人类更加超前 没有被虚无的时间所束缚 将过去现在未来都一视同仁 外星人之所以出现在人类视野里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帮助人类 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 已经遇见了人类将在三千年后 陷入某种危机 让人类及时掌握他们的外星语 融会贯通的同时 就可以把他们预知未来的能力也学到手 难怪艾米之前在破译外星语时 就梦到一个小女孩叫自己妈妈 那也许就是自己未来的女儿 如今 艾米预知未来的能力也日益增强 比如知道自己写出了一本研究外星语的著作 她更是利用这本未来的著作 帮助现在的自己 更深层次地阅读外星语 艾米想求得更好的解决紧张局势的办法 终于在外星飞船中的小飞船降临时 她选择了义无反顾地走进去求解 这一回她来到了一个白雾茫茫的空间内 她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外星人的真实面孔 巨大无比的奇形物体 有着无比多的触角 她在和外星人的交流中得知 原来曾经那个将她推出飞船的外星人 已经因为爆炸死亡了 艾米深表歉意 因为她也不希望有悲剧发生 她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人类不要和外星人开战 她询问外星人 应该怎么做才能阻止人类的进攻 并且希望外星人 将这一讯息告诉其他的伙伴 不过艾米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现在的她 可以阻止未来的悲剧发生 那正是运用他们所传授的语言 因为超越了时间的非线性文字 的确可以做到预知未来 从飞船中出来的艾米如梦初醒 同时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外星飞船 也纷纷像一个碗一样 倒扣在了地面上 这说明外星人已经警觉到人类进攻的意图 并且准备以这种姿态撤离了 艾米不断地发挥自己的预知能力 只见她紧闭双眼 皱紧了眉头 终于得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 场内布置好了各国的国旗 来来往往 都是盛装出席的大佬们 当一名中国将军含着笑意 走向艾米时 他还有些大惑不解 直到将军解释到 他想要向外星人开战的本意被他改变 就是因为 将军曾在宴会上将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了他 艾米正是为了扭转世界的局势 改变中国将军的想法 所以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 让这名严肃又慈悲的将军动了心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 那么双方都将会损失兵将 到时候每个家庭都可能妻离子散 因为丈夫外出征战 只留下了活寡妇 谁都不希望看到生灵涂炭的现象 更何况是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 正因如此 提前感知到这一切的艾米 慌乱地拨通了将军的手机 不过在基地的人员 手机和行踪都被时刻监视监听着 艾米的这一举动 自然引起了探员们的注意 他们下令搜查艾米 此时此刻的艾米还惊魂未定 他不知道说出什么来劝解将军 于是他努力回想画面 那句话让他恍然大悟 就在屋外还有人举着枪 让艾米速速放下手机 否则就要犯下滔天罪行 以此威胁着屋内的艾米束手救情时 艾米和将军同时说出了那句至关重要的话 在宴会上的艾米颤抖着手 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惊魂未定 在屋内的艾米放下了手机 举起了双手表示被降服 在两个时空中的他 都同时感受到了语言的威力 而正是这么一句替护灌顶的话 发挥了艾米强大的交流能力 如此一来 中国将军终于被唤醒 将军召开了紧急发布会 他不再执着于整顿军队 交出武器 才阻止了人类和外星人开战 让全地球村的人们都团结了起来 真正达到了共享与外星人情报的和谐局面 得知了帮助人类的目的已经达成 人类中有人掌握外星语 外星人就驾驶着他们的外星飞船 缓缓升起 像一缕烟一般 在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来过一般 从艾米第一次听到 人类和外星人交流的录音开始 他就注定了要参与到这项进程中来 这项艰巨又复杂的任务 非常人所能胜任 而对接外星人任务的人 正是拥有深厚语言功底的艾米 不要小瞧了语言的威力 从艾米作为语言学家 所做出的挽救和努力 就可以看出 他在对人类的进程 贡献一份弥足珍贵的力量 在拯救世界的同时 艾米也提前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懂得了 语言不应该区分时间顺序 以及因果逻辑 在这个基础上 艾米才能够拥有了感知未来的能力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突然明白自己将要跟他共度一生 他们将要一起生儿育女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女儿的哀症 无休止的争吵和心痛 但是 哪怕他提前预知了死亡与离别 他也不忘初衷 按照原有的心意去做事 接受了男人的表白 和他紧紧相拥 去完成自己的念想 所以才成就了一段佳话 与其逃避坎坷 不如面对命运本来的安排 这样的义无反顾 才是一种值得歌颂的勇气 因为生命本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命题 在轮回中 人似乎总要经受各种苦难 才能够品尝到真正的甜 但这样的甜 才是有滋有味的 唯有看到眼前的足迹 活在当下 不被过去和未来所束缚 才有可能得知生命的真谛